我們社區的正中央 就在那個賞黃燈 賞黃燈現在 紅燈的下顆賞黃燈 那個是社區的正中央 我大家把分野先講一下 這條是社區的正中央的中分線 社區被畫成十字 然後它外圍就在杭州南路 賞黃燈那邊有個巷子 那個就是一個社區的整個十字線 那我們現在就從這個地方繞 然後繞一圈 繞到那一頭來 大概這樣的一個走法 以往跟那個社區一模一樣的社區其實是這個社區 也是老宿舍、尾章戶 全部混在一起 那也是大陸時期就來了 來了以後 來了以後就有的人出去了 然後就 南部新移民 城鄉移民再住進來 這個是台北市的地 所以他們後來規劃成國宅 就是新榮國宅 然後還有 青年公園那邊 安置到那邊去 那部分就做成中正國宗 這個是台北市的舊友的規劃是這樣 那也給你們當個借鏡啦 他們是這樣 可是這是不活潑的 那我們要看那一塊 那一塊是 都是國產取的 所以他們做法是不一樣 他們就是 告訴你 罰錢 走人 然後 財務 財務還要自己拆 如果他來拆 又要三五倍的價格 那訴訟會也要你們付 如果你真的沒地方去 不能走 因為錢被扣了嘛 你可能沒辦法拆房子對不對 那他還要來執行 還要 千分之六吧 還有個執行費 這個也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是首例 以後國家的所有土地上 這樣的人民 都會用這樣的方法 事實上走不掉的人 都一定 多少有些困難啦 然後你要叫他賠個 100萬 800萬的 根本活不下去 好 那我們就 可以先走了嗎